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早晨各位 早晨Steven 美股方面亦是前几天的升势 未升的 道指升0.9%26753点 纳指升0.8% 纳指升8.051点 纳指升0.9% 纳指升2,954点 美国方面亦是继续就着减息的憧憬带动 在下半年有机会减息 都是继续做好 当中纳指升500还创了历史新高 没错 正想开图给大家看看 究竟升成如何 当我们仍是反弹当中的时候 你会看到的 盖隔夜的时候 S&P500指数2954收 结果 在之前 9月份 10月份 有个定位2940 再之前 1月份的时候 是272 较早之前 2954 544 简单说 即使不是突破 都是平手 也说 现在这样一路弹上去 似乎在走势上 真是很受惠 中美贸易谈判 可能在月底 在G20峰会上召开 应该都可以抢到月底 你说中美贸易谈判 现在在憧憬贸易方面的贸易前方缓 不同的一些油金会 都有一个反应 当中 譬如 油价没有太大影响 油价也升 WTI7月原油期货 升了5% 升幅算大 至于金价 亦做好 8月的黄金期货 升了3% 至于人民币 亦做好 人民币对美元 利岸价 报6.8609 升了337.5% 现在不止 如果说到利岸价 刚刚又再升了 6.8564 这个6.8564 说实话 是真的强得很厉害 连续三天的上升 这个亦很明显 跟电话有关 还在约翁 不用说半个月前 上个星期 人民币的利岸价 仍然是否守到6.94 附近的水平 现在已经是 我想再升多日 6.84 已经距离了1000个点子 你说会否再回到弱势 当然不排除 但我想说 在过去这段日子 所谓升升跌跌 最多都是弹上6.90 真的未试过去到8.5 所以确实是一个 弱势当中呈现向强势的突破 是 人民币做好一点的时候 可以留意一些受影响的股份 一些航空股 纸业 至于油价方面 都是有一个反弹 最近正在弹势 今天弹势比较多 也可以留意一些油股 看到8.83 中海油 现在是高开1% 这次的股份 涨幅 因为它在低位 有几种油股 现在都是低位 受住了油价反弹 股价也会反弹 今天高开的股份 就是升穿了5月31日的一个阴烛 13.26 是啊 看看可否再走远一点 如果油、金这类都可以走高一点 市场气氛就算是比较利好一点 不排除都可以有利于少少相关的股份 看着883是中海油对着油股 但我想补充刚才金价也做好 刚才你也说了,金价也做好 原来是一支大洋竹,大成交 大洋竹之下,完全突破1350元左右的阻力位 达到上去快要1400元 RSI方面没有背驰,认真超买 似乎是一件确认的突破 如果你看到金股,当然这一轮升到差不多 而金股往往都是升得超过金价 因为始终股份波幅会比较大 所以你看看100-100招金 今天反而是不算特别有力的 你看到现在只能够高开百代仙 不够百分之一 另外一支做得好一点 1787,山东黄金 升百分之2.2,20.6 另外有299,299升2.2 做到3.25 如果你看到股份方面的走势 金价就明显突破了最近半年高 但金股虽然在低位升幅较多 但可能因为跌浪也比金跌得多 所以现时还未能够有力破顶 留意着这个和金价有少少分别 其实金不是大家常说避险的时候想买金 而一个市场好,但是金又一起升 我自己不太强调金是用来避险的 通常金我自己会觉得是用来抗通缩 如果有一个减息的环境下 债券的回报不吸引 通常避险的资金 或者叫做保守型的资金 反而是会追黄金的 变成了一个金就不派息 债就派息 如果债派的息也是低 其实跟金没有分别 那些人都会转回来投黄金 所以我认为 只要有一个减息憧憬的时候 然后金价会上量 即是受惠着减息憧憬 没错 刚才说金是一些扩通缩 还有大家之前很钟情的避险股 当中有一个 中电现在都是低5% 开报85.7% 公司方面发出刑警 中期会因为澳洲的业务 那叫做Energy Australia的零售业务 有个商预减值60至70亿 令到中期业绩亏损 他也强调 这是非现金荷物系会计制度准则 不会对公司方面的现金流和营运造成压力 不过当然会影响毛利和派息 所以股份现在低开5% 市就开了 我想他今天要考验一下10月份低位 是的 10月份的低位 约获是85.4% 现在已经是85.7% 刚刚也有下市 下市有穿过下85.4% Monica就说可否买入 我觉得其实可以考虑 如果你看到现在便宜的时候 不过先看一看 因着它可能再下跌 先看一看 我提醒大家有少少需要防范的地方 就是当你买的时候是为了派息 但是人家今年真的会有个亏损出现的时候 派息方面 是很难派息 是的 所以因为股份 其实你不会用来追价 也可以的 你贪便宜买 贪便宜买 可能会明天彈回 例如今天跌四个多 明天可能彈回一元 但问题在于 通常买这些股份是用来长差收息 可能短线也不用这么快去急 短线也未有息 你还记得在一只叫做836 牙润电力 曾经是一只收息的 电力类的股份 当它一说要削减派息的时候 是立刻可以由16元变了11元 到现在还未回生 当然不希望中电也是这样 但是大家都要关注着 如果一只靠它派息的股份 有可能削派息 确实也不会这么快 这么快可以做好 是是是 恒指已经开出了之后 今天是高开的 刚才开报28,581点 现在在报28,499点 高开一点 现在倒跌一点 跌着46点 没错 我们去到广告 回来看大家在YouTube上的留言 回来节目时间 恒指现在跌31点 报28,518点 上证正正上升 16点 亦上升3000点的关口 衡生指数高开之后是轻幅高开 暂时是轻幅跌 留意有条50天及100天线可以解构一下 为何会来到这些位置 是否有阻力 我想大家可以留意 28,500点 眼见有条黑色线 其实还有一条50天线 即是50和100天线在现水平 当然如果外围的因素不变 最多都是磨 不会在这些位置明显做过倒跌情况 所以暂时我都对市有信心 有证固可以继续 因为都升了两天 今天可能会留下一点 第一天是700多 第二天是3000点 所以都要休息一下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问问问题 我看到Josephine就问了 2013年可否可以进入 上网多少呢 又是什么盟 未盟昨天也看过 暂时的走势 今天虽然未跌0.5% 报5.33 开图来看 昨天也开了一个大阳烛 上了50天线 其实今天暂时是期运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考虑 只要设置一个 紫舌在大台4.4附近 4.3毫 这个是低位的 应该没什么事的 那些位置还有个裂口 很顶着 这么久也没有穿过 他就想说上网 上网的话 其实首先在5月 有个近的高位 正正是 这个已经冲穿了 5.34 然后再看上一个 6.2毫 半附近 或者可能近6元 在5月初横行 这个 这个 是 这样上了 横行区的话就低一点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这个位置 5多8至6元6.2 看看你在哪里 是 好 也可以的 试好一点 好 接着 150 Lanformance 这就少一点人看 150 是真的吗 他说业绩好 可不可以 这个是之前 创业版转过来的 真的不知道 叫做150 现在就涨4.8% 8毫7 公司的业绩 就是全年顺利 6,180万 怕特别是0.242 但是见到他 公司业绩好 但是高开之后 就是阴烛了下来 我觉得如果这样 就先看看 就是阴烛下来的话 如果你问我 市好 太过偏满的股份 我是不会搞的 会比较少一点 其实 说真的 你4.8%到百分点 好了 虽然今天市场 没有昨天那么旺 但老实 你昨天买一只 随时有帮平保的那些 没有4.8% 也有3.8% 为什么要买一只 除非 我知道有些人很有研究这些股份 除非他可能真是很看好 他本身的股份 是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 现在整个市场有很多东西 买了 可以 可以 盯住 不过 未必真的要抢倒去做 我觉得如果业绩好 高开倒跌 高开阴烛就已经反映了 我已经暂时反映了一个好消息 没错 我现在未有人问 但我很想说 因为股份又跌下 妈妈奶 有 Louis问 业绩差 是不是 为什么打阴热 不是差 但是 业绩正常的 可以的 好像昨天说的 未买 真的不要买 40元会有你的份 如果你设置40元 是中过的 刚才Day Low是39.9元 但是老实 我都不设置40元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才买 是的 我都不会买了 因为如果 其实业绩是OK的时候 都会跌 因为本身的估值实在偏高 那PE看看 刚才那个 PE 60 60 其实 昨天70多 昨天70多 我想如果高位 可能有80 因为我不是每天看这款 虽然说进军国内很厉害 但他也是做一些饮品 柠檬茶 原来柠檬茶 很受欢迎 有些人说 在内地类似的淘宝网 还是什么网 是长期在十大商品里面 那包VLG 有口号 说是维他柠檬茶 比喝大麻 应该是网民说的 应该不是他自己说的 我真的不知道 大麻是怎样的 但是情况就是 譬如 我也是那句 昨天我都说过 梦牛都34倍 如果你妈奶是70倍 流上的话 好像一个凹 增长是否真的一个凹 好了 现在 我不是觉得它差 是有质素的股份 但是没有人会阴着买 大阴烛是不可能买的 你要留意 真的要跌到打升才去做 譬如现在 我也会这样说 40元是昨天说的 我继续都会维持 40元正路 可能会出入1元几毫 因为那是级级 不是一个实数 可能39尾 或者40头 那些位置 找到支持 但是 你可以估计 第一柱 譬如40 假设 老实 距离高位47的位置 都省了两成 但问题在于 只限一柱 因为这柱 如果穿了 老实 下一个支持 也有36.5 附近 严格来说 应该39附近 所以 我自己会看 就算你几急也好 留住 留住一住 不要打算40元 全入 好 接着我看到 Helen和Karen 都问3188 Helen想问 多少钱买入价 Karen 有货47.2 想问是想看的 其实都是一句说 看A股 上证指数为例 现在刚刚齐头 就是这个 拿你命3000 因为 3000点 过去这浪 跟大家说 横行2850 2940 已经在昨天大成交 不断有水北上 这样的情况之下突破 我会说 你未进入的话 确实都可以留意一下 譬如 不过你要知道 你买的这些一定是 叫做 长渣型的 如果你炒的话 可能你已经买内险 或者券商来吃A股 气氛 如果你持有A股 ETF 我建议你先做一注 因为现在确实有一个突破 先做一注 譬如现在上证有一个裂口位 看看保证之后再加注 现在如果看上证指数 在上一次5月初 即是特朗普 weekend 爆发那天 裂口有一个3052 裂口顶 你当是3050 即是说 站稳 现价位置做一注 站稳3050 再做一注 到时应该可以长一点 因为又这么说 现在距离月底 G20峰会 其实只剩下个礼拜 所以只剩下几天 约会有50点左右去升 可能真的刚刚补完裂口 倒下跌 到时 好看 时光就去到那儿了 好看反不反台 如果是这样的话 都是那句 这些不是要短线水位 要AETF 如果水位 6886 华泰 3908 中金那些 但这些一定是捕捉长线为主 然后Maritux Secrets 问长线的788 可否长线持有呢 即是有 如果这样问 佳泰 7.1 一向都说 2.1 2.1 现在就慢慢升上去 周西边问你一只 5G概念股552 可否可以入买入呢 现在中通幅就差点了 走势 其实这几个市场弹的时候 它也没有什么弹 都是继续在之前的一个 整个平顶 横行位 平顶大约是6.2 6.3左右 没错 一般的 我觉得 都是一句 5G 4F 铁塔其谁 没有其他 最多是中兴 我都买的 中兴是比较薄一点的 中兴是否需要下跌呢 市场弹劳的时候 应该是差不多 不是 升2.6 升穿50天线 所以好东西会上升 坏东西会下跌 它是比较薄一点 然后Josephine就问 金碟的 268可不可以入呢 现在就升2% 8.81 今天不是职务 昨天是差异 所以今天升2% 昨天配股 大股东减持 这些都不是什么好的信号 一味得过横行 我不知道进来做什么 还有昨天这么大成交 当然因为配股 大成交大阴促 你吃完这些东西才说 你现在进去 最多上回昨天开市 已经超级聪明 但想不想都是另一回事 我是你 我不企买9.25元 我都不买 昨天开市 就是9.25元 背股我就觉得不好 如果大股东都减持的话 这个都是差的信号 没错 然后Helen就问了388元 就想问买入价 其实连续几天都是十字星 今天都是 几天都是很横行的 现在就277.25元 没力了 整整会会没力了 即是害怕他们下降 是呀 他说买还是什么 他想问买入价 别人下方买你又不买 当天穿颈线你又不买 应该升穿颈线的 他不是没有给你机会的 这些位置入了几天 你现在才买人家三颗升 基本上上不了 但他亦都下不了 我会说有货 续持货没货 现在才入太迟了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有再多一个buying signal 可能再强劲 整支阳筑先 那就可以看 日日打升 其实都找位出货 是 当然 市未失败的话 其实就不用急着出货 我看到Karen 刚刚都赚了388元 刚才说了 可以看重温 没错 再回答一条 再回答一条 不如看看现在活跃成交额榜 我想威高没有人流行 没有人流行 跌至4.7%到8% 维他奶不回答 刚才说完 不是想唱它 穿了40元 沙沙 沙沙有没有上榜 是你加了它进去 不是 我是在剃成交量 不关键 不关键 都照看着 因为昨天它都聪明 但是今天它不聪明 不要让我批中 昨天我收市有没有说过 好像都有 我就说 维他奶其实正常业绩 不过升过龙 所以就要跌 这种东西其实正常业绩 不过跌过龙 所以有得升 但是弱势股份 一日货 也比较多 我希望它今天不要跌突 差不多 回晒 但是说真的 如果你因为一棍而信沙沙 我觉得你也有点天真的 它升是纯粹因为大家已经对它没什么期望 原来也有盈利 太天真 所以才升下 但是始终盈利方面 都是一般的 我记得 真的好像在昨天下 下午大家都一起说过 本地零售市道 都看不到哪一只有钱赚 钱赚是有的 就是买它股票的 没有钱赚 但是问题就在于 一只这样跌下山的 你看到一天就为之兴奋 就未免有少少少冲突 是的 最后Ruby 网3908 可不可以进入的中金 券商股最近也不错 短炒 是的 短炒都可以考虑 中金先看看图 今天也能支持一下 还有微升0.6% 亦都升了几天 其实如果来到这个位置 看看可不可以上去之前的一个横行区 就是在3、4月的一个位置 因为它就是4月开始下跌了下来 嗯 其实有一个裂口 我觉得它裂口是因为市场爆了上去 它裂口低开 哦 之前那个裂口 是不是又是特朗普周末发神经 是的 就是那天 那裂口底是16.64 其实跟A股一样 上证也是在補3,000至3,050的那个裂口 现在它又在補 原来它还未補到 上证也未補到 不是 它是连开始補都没有 对 它比上证就走弱一点 如果这样的话 留意一下看看 现在日会不会去到裂口顶住了 尊身要快 老实 这几天好像领军那样 其实都可以短的 但是我都觉得 其实只剩下几天 是啊 我都有一点危险 我觉得 与其它月底真的开会 放了烟花 烧了炮仗的时候 确认市好 可能追就实在一些 现在不是说虚 不过就好像患得患失 是的 现在就有些薄 下个星期就会比较大变数 我就建议省饭 我建议省饭 我都不会太拼搏这些住 没错 没错 譬如这个市跌 我看到我的股份还在升 中联宗科 刚才也有人问 因为在WhatsApp上问 1.57今天又破新高 是不是要加住 不如搭上这只收工 是 不用加 不用了 又不是有消息 又不是大成交 它震着升这些例牌 你看看它1月至3月 它没有什么特别大消息 震着升 其实不用特别加 买齐就是 好 这一节时间到这里 恒指跌74点 到28478点 我们就中午11点45分 再和大家见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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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